大家好 本期给大家分享这款大鱼网花样的勾法 这个花样它的用途挺多的啊 只要你们学会了想勾什么都行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以勾杯套的方法来给大家做演示 从下面这个底部开始 我现在用普通毛线来勾啊 首先第一圈环形 然后将线勾出 勾四个变子针 二三四 这四个变子针相当于一个长针 加了一个变子针啊 接着绕线 在圈里面我们勾一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接下来就重复 一个长针一个变子针 我们总共要勾十二组 那大家把第一圈给它完成 十二组勾完之后 把线圈给它拉紧 接下来 在第三个变子里面引拔 一二三 这样穿过去 把下面短的线头压上来 再绕线 再出后面这个线圈 这样就引拔好了 然后到变子针和长针之间的这个洞里 中间这里啊 给它再引拔一针 现在我们来勾第二圈 先勾四个变子针 二三四 这里也是相当于一个长针 加了一个变子针啊 绕线 同一个洞眼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是一组 然后一个变子针 绕线 下一个洞 继续 先勾一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绕线 同一个洞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一个变子针 接着下一个洞 勾第三组 好 大家重复这样的方法 把第二圈勾完 第二圈勾完之后 也有十二组 然后在第三个辫子里面 引拔 接着再到左边的这个洞里面 引拔一针 第三圈勾不加不减啊 一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这样子 这里先勾四个变子针 绕线 下一个洞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绕线 下一个洞 一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就这样 不加不减的 每个洞 都勾一个长针 和一个变子针 第三圈勾完之后 我这个杯底的大小 就已经勾好了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小了 那刚才在第三圈 我们开始就先勾一个长针 第一个洞勾一个长针 第二个洞勾两个长针 中间都是有一个变子针隔开的啊 如果你们觉得这种比较麻烦呢 那就按照我们之前勾 那种长针的底部 按照长针的加针规律 勾到自己杯底需要的大小 那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呢 直接来勾杯生的花样 也是在第三个辫子里面引拔 接着再到后面这个洞 给它再引拔一针 好 六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中间这里要空下来啊 空一个洞 到下一个洞里面 勾一个短针 六个辫子针 然后空中间一个洞 到下一个洞 勾一个短针 继续六个辫子针 空一个洞 到下一个洞 勾一个短针 第一圈的花样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给它勾完 第一圈花样勾到最后 我们只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绕线 下面这里还是空了一个洞啊 到最开始同一个洞 我们勾一个长针 这样呢 它就连接好了 我们在长针的这个针目 做一个记号扣 接着六个辫子针 开始勾第二圈的花样啊 然后到下一组的辫子针洞里面 勾一个短针 重复六个辫子针 下一个辫子针的动力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圈的花样 大家给它完成 第二圈勾到最后 同样的只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 绕线 在这个长针的针目 我们这样给它挑线 挑那半针和下面的一根线 大家看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根线啊 如果你是挑上面这样整个针目的话 它这个下面 会有多出来一根线 不这么好看 我们只挑它半根线 和下面的这样一根 勾一个长针 继续做一个记号 新手呢一定要做一下记号扣啊 好,接下来就重复第二圈的勾法了 六个辫子针 下一个洞 勾一个短针 好,我这里就不演示了 大家自己去完成吧 按照这个方法 勾到你们杯子需要的高度 勾到自己杯子需要的高度之后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把杯子放进去 不能勾得太上去了啊 大概这样子都行了 因为它这个花样可以拉上去的 那接着我们把这个辫子针 可以给它稍微少勾一个或者两个 我呢就给它勾四个 如果你们的杯口大的话 就勾五个辫子针啊 我这里只勾四个辫子针就行 然后到下一个洞 勾短针 还是一样的四个辫子针 下一个洞 勾一个短针 勾到最后也是四个辫子针 直接在第一针 也就是长针的针目上面 勾一个引拔 锁一针 接下来的这一圈呢 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针的洞里面 勾三个短针或者四个短针 也是根据大家自己 杯口的大小决定这个 几个短针的帧数啊 我这里呢只勾三个短针 在每一个洞里面 勾三个短针 好 下一个洞 三个短针 按这个方法 把这一圈勾完 勾完之后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引拔 锁一针 再勾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对应的短针针目上面 勾一个短针 好 不加不减的短针也勾完之后 和第一针引拔 接下来呢 教一下大家勾上面的这个杯套带 引拔好之后 立两个变质针绕线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然后两个变质针 绕线 在中间这个洞 勾一个长针 接下来重复 两个变质针 绕线 在长针与变质针之间的这个洞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两个变质针 然后这里勾一个长针 按照这个方法呢 勾到大家自己需要的长度 勾完之后呢直接到对面 找相对应的针目 给它缝合起来 这个红色的我用的是空心线啊 绿色的是普通的毛线 好了 那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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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下期见